加拿大安大略省米爾頓市和沃爾郡市宣布 5月13日為法輪大法日 沃爾郡市長克萊門特在褒獎中說 法輪大法以真善人為準則 是有益身心的上場修煉功法 修煉者展現的大善大忍 讓世界各族人民深深感動 安省倫敦市長埃德·霍爾德 感謝法輪功選在疫情中的付出 赫信說 通過打坐煉功和提升道德 幫助人們改善精神 心理和身體狀態 修盡社區和睦與健康 讓我們同舟共濟 共度難關 柏林頓市長米德沃德表示 在這充滿挑戰的時刻 法輪大法學會提供免費網上公法教學 是對社區民眾的巨大幫助 我們都知道 精神健康對提高免疫力 抵抗疾病和壓力至關重要 特庫姆瑟市長麥克納麻拉寫道 真善人是法輪大法的價值基礎 當我們面臨疫情帶來的挑戰時 這些價值觀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發揮重要作用 金斯頓市議員麗莎奧薩尼奇 報名參加了法輪功在線交工課程 美國馬薩諸塞州參眾兩院發來賀心 褒獎法輪大法學員對真善人信念的堅持 佛州勞德戴爾堡師宣布 5月13日 為感恩法輪大法日 美國賓州州長 費城市長也發來賀心 新唐電視 紐約報導